还有个问题 曹老师 因为就在几天之前 韩方已经正式通知日本不再续签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那么军事协定的终止 对于这段时间以来 韩日之间的争端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美日韩军事合作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会未来影响到东北亚的安全局势 我们看到韩国不再续签 就是这种军事情报的保护协议 实际上是出于多种的原因 因为我们说最初的时候 他在2016年签署的时候 就是跟日本要再进行情报上的军事合作 来针对第三方的 那么现在出于日本和韩国的 这种关系的下降 那么他如果不再续签 首先他改善了和第三方的关系 因为他原来针对朝鲜 和针对其他一些国家 那么起码他不续签之后 这个矛头不再指向朝鲜 不再指向其他的国家 那么起码是跟其他的国家 关系有所转换 而和日本的矛盾 说明是在加深 再有一个他也考虑到 就是美国是不希望他不再续签的 因为这有一个 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的问题 所以他不续签 实际上对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 也是在这个链条里面 就是日本和韩国这个链条 也是有中断的这种作用的 还有他不续签 也说明他对日本 就是现在对韩国的关系 是极大的不满 他才不续签 所以出于这种多种因素 韩国才不续签 那么韩日的这种矛盾的升级 或者是说他们的关系恶化 不会对东北亚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 因为他没有到剑拔弩张 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两个国家要打起来 而且他这种关系的恶化 只是两国之间的 包括经贸间的 所以他不会影响 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关系 但是现在有一个人着急 就是美国很着急 因为两国的 就是韩日两国的军事关系不好 还有就是不再续签这种军事情报 对美国拿着他们两个国家 当军事上的棋子 当美日韩的军事同盟 是有影响的 所以美国现在非常着急 但是他又没办法 像韩日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 他没有办法 还有他们两国之间的 贸易上的争端 美国也没有办法 既然他没有办法 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 他现在就束手无策了 就是他希望改善关系 但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所以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 会因为韩日的关系恶化 而产生消极的影响 或者对美国不利的这种影响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曹玉东先生的观点和分析 谢谢